前一陣子摘完菜、賣的菜本來要跑路了 但是很多觀眾留言說想看我繼續種菜 那又給我加油,要我多加油 所以我剛剛就去把摩托車牽去加油 趕快騎過來繼續種菜給各位看 好不好 那今天要幹嘛 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區我已經剛翻土過了 就是前一陣子剛摘完菜拿去賣的 那目前剛翻完這個我都還沒有私家任的肥料 今天我想私家不一樣的肥料 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前一陣子這邊絲瓜棚 還有下面這個空心菜 我把它清除掉的一些葉菜渣 那中間還混了一些牛糞 那當做一個堆肥 那目前已經經過了大概三四個月 理論上應該是多少會有一點發酵的效果 因為很多觀眾在問這個 到底要不要發酵 所以呢我就打算直接把這個肥料 加到這個土裡面 然後呢我打算過幾天來種一些比較 這個種肥的葉菜類的這個蔬菜 到底這樣的肥力夠不夠好不好 廢話不多說啦 我就直接把它加進去啦 好 好啦 出貨整壁是可以完成了 過幾天我們就來種一些需要種肥的葉菜類啦 好不好 過幾天再見啦 好啦 上次我們整理過的這一區 我們今天就來打算種 葉菜類的這個蔬菜啦 好不好 各位看一下這個是高麗菜 那這個是雪翠二號 先前我們種的是這個初秋啦 起秋 這個叫雪翠二號 那為什麼叫雪翠 基本上因為現在已經秋末要冬天了 那各位都知道冬天比較適合種的就是雪翠二號 因為冬天會下雪 所以用雪 因為翠綠嘛 所以叫雪翠二號 好啦我承認剛剛我講的都是我忍小微的 各位真正叫雪翠二號 麻煩到Google上面 好不好 看一下答案 好 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也是十字華科的葉菜類 那這個叫紫色結球白菜 好不好 之前我們介紹的是綠色的這個結球白菜 現在改成這個紫色來種看看 另外呢 等一下我們還會在這個中間喔 會再加種這個生菜 這個叫原葉的奶油A菜 奶油A菜 那基本上這個大概一個月就會收成 也就是說呢等一下我們會種在中間 大概一個月就可以先把這個收成 剩下多出來的空間呢 就可以讓這個高麗菜 還有這個爆心白菜 可以讓它繼續生長 好不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種了 會紋把豬蛋 就 Labour 那這個非常快 不是給大家発辯太多stro 那等一下 讓我覺得很不會 CRIstation 是不是會對了 這次真的喝一杯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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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都会痒痒的 好啦 那我打算呢 在这两三个月以内呢 不要再加一些肥料 所以我打算上面再给它盖一些叶菜类的叶子 一方面保温保湿 一方面防止杂草生长 另一方面呢 这个叶子大概一两个月之后腐烂 就刚好当作追肥来使用 就可以补充后期的营养好不好 这些东西多的东西 第一种打算 还要再加一些肥料 那个肥料 这是肥料 先這樣啦 最後為了怕這個 菜蟲的叮咬 我們等一下再把網子架起 避免菜還沒種出來就被吃光了 差不多這樣 剩下一個多月之後 我們就先來看生長的狀況如何 今天先做到這裡 收工 塗髮變很乾 讓它肥料的肥力慢慢融解到下面 埋在土裡怕還會傷根 謝謝 好了 等待了兩個多月 今天我們就來開箱 看一下我們種的雪翠高麗菜 跟子芋大白菜 到底長得怎麼樣 好不好 各位可能在網子上面看 不是很清楚對不對 會讓你覺得好像 猶如琵琶半遮面一樣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這個琵琶拿下來 吃一吃 幫助你的喉嚨一下 好不好 我們就開網子給各位看 來啦 行拍一下 各位看一下我們種的菜多大顆 這麼漂亮 不對啦 這是草 主角在這裡啦 好不好 看清楚 這個也是長了兩個多月的草啦 好啦 各位看完覺得如何 基本上這一次看起來種的還可以 各位看一下高麗菜 雪翠高麗菜 長得還算很大顆 而且幾乎每一顆都包的還蠻漂亮的 那麼 紫玉白菜呢 大概這幾顆包的比較好 後面大概就比較小顆 好 那 我們看到喔 基本上這個葉子都枯掉了 可能營養還是有一點不夠 不過各位可以看這個雪翠高麗菜 哇 這應該是我種過最大顆的高麗菜 等一下我們就摘下來給各位看一下啦 好不好 那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啦 我們這邊種的比較大顆一點 越靠近後面的會越小顆 那關鍵應該是這邊的土壤會比較鬆軟 那邊的話會比較緊實 黏稠性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在翻土的時候就可以發現 他們有這樣的差異 所以這邊的泥土比較鬆軟 它的根系就可以往下扎 可以拓展出去 吸收更多的養分 那後面的呢 剛好是相反 所以這個可見這個土壤的這個鬆軟度 也會影響它成長的大型 好不好 那這個是從結果來做一個推論 另外來看 這個比較外葉的葉子都黃了 這有可能就是營養不夠 那也有可能是生病了 因為我們整個過程都是大自然的農作法 也可以講就是有機 無毒無農藥無化肥 所以它的長勢 可能就沒有一般預期的那麼好 好啦我們先摘一顆紫玉白菜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不好 聽說這一種的很貴 因為它的花青素很多 那你拿回去煮火鍋 你的湯頭馬上變紫色的 只要會令你發毛 可是這個就跟這個 各位去故宮看的那個翠玉白菜一樣 只是顏色變成紫色的而已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很重啦 大概高度大概就是20公分出頭 大概就一個手掌 其實放在家裡擺盤也可以啦 那它跟一般包心白菜的差別 就是花青素特別多 然後比較鮮嫩比較清甜一點 其他基本的營養都差不多 沒有太大的差別 好 接下來我們再摘一顆高麗菜給各位看 這一顆應該是最大顆的 大顆到不知道從哪裡割 哇 雪翠高麗菜很大顆 跟我們前一陣子採摘的這個 初秋高麗菜還要大顆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前面是尖的 初秋是品 不過根據專家的說法 情子阿嬤的說法 初秋的會比較好吃 那它煎起來裡面會比較沒有那麼紮實 不過每個人口感不一樣 各有各的好處 好不好 來啦 你就先弄成這樣 之後我們再拿去市場 蹭一下重量給各位看 理論上這樣應該有三斤左右 可能外面兩三個葉子再去一去 兩斤到兩斤半應該不是問題 那這個大概只有一斤啦 紫玉白菜 雪翠高麗菜 綠色紫色 對不對 多漂亮人生多美好 好不好 我們再多摘幾顆啦 可以採摘的就摘一摘啦 不摘到時候寒流來 下大雨 又全部要掛點 一會兒 就渡別的 在外面 上來 下小雨 我們已經可以放在哪裏 在外面 下大大 下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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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要再听一下声音吗? 声音的频率大概是9453赫兹 所以你听起来就是DFC无伤和老梗 这种有机无毒、农药无化肥的 其实当生吃也可以 用刀片刮一刮切成小丝可以当生吃 这一颗就比较小颗一点 我也OK OK啦 烂叶子多一波就没了 嗯 蛮小颗的 等一下再摘这个 一两颗的这个山东包心大白菜 各位就可以比较它们的差点 差在哪里 哇 这很明显就好多了 这应该快两斤啊 今天就收获了 今天的收获了 就可以了 对 我不知道 啊 你 很好 我